大家好,今天5月28号,现在中午12点24,来到纽约 曼哈顿唐人街,这个纽约联邦南区法庭 这个门口,今天这个郭文贵继续庭审 门口很多这个记者 今天那个特朗普也在旁边的刑事法庭受损 特朗普今天是那个法庭陈述和判决 可能今天判决不完,可能明天还要继续 这个目前不清楚 好,来看一下这个郭文贵 郭文贵就是在这 在这个科隆布公园对面 这条街是珍珠街 珍珠街多少号 500号 大家看一下门牌 讲西班牙文的 这门口都是铁栏杆 这去 这个郭文贵应该是在15地 26地 15地是看电视现场直播他的庭审 26地是他本人 来,撒一个全景 然后后面去逛一圈 那今天这个郭文贵的庭审我就不进去了 因为 那这些主流媒体是不是采访这个郭文贵庭审呢 就不知道啊 因为里面有很多场庭审啊 不只是郭文贵的啊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可能今天有其他的案件啊 不一定啊 那我今天呢就不进去了啊 要进去的话呢就是走 法院旁边这个门啊 早晨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 进去 他不看身份证啊 但是要安检啊 好 你走后面去逛一圈啊 没有看到这个郭文贵的支持者和 他的一些反对者在门口啊 没有看到了今天啊 那我走到那个法庭后面看一下 特朗普在前面啊 好吧 那那我也拍了一个视频啊 大家可以去看我另外一个视频啊 我就不把两个视频放在一起了啊 今天天气特别热啊 最高温度27摄氏度啊 感觉是盛夏 好 我们走到法院那边 后面去看一下 这些记者可能是有别的案件啊 因为每天里面要进行几十场的这个庭审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他这个法院你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你可以网上查询 这是法庭的后门啊 非常大啊 给大家简单扫一圈啊 前几天都有他的支持者在门口啊 今天没有 嗯 现在下午1点55啊 我从特朗普那边 庭审那边门口过来啊 这边是郭文贵啊 他这个庭审是2点45结束啊 在门口等一下啊 今天特别特别热啊 先是 我先去找地方吃个午饭嘛 从法庭那边过来啊 我就到这个唐文街的 哥伦布公园对面的迎接长粉店啊 打包一个啊 因为一会那个郭文贵2点45出来嘛 门口好像还有采访的啊 我再拍一下 所以先过来吃个饭啊 打包走 打包走啊 打包了啊 8块6毛多啊 加税啊 现在先吃饭 这是亭崽州啊 上面是蛋皮啊 还有什么猪皮啊 郭文贵庭审第4日 佛州划难作证 投资后觉得怪怪的 新闻报道说 郭文贵被控以诈欺守法集资 然后利用骗来的资金享乐 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 Hoang Kwok设十亿元诈骗一案 28日在曼哈顿联邦法院 进入第4日陪审团审判 由检方传唤一位佛州华人道庭作证 其表示 共投入十余万元 至于郭相关的媒体公司或投资计划 但在数月前 新生怀疑并要求退款 最终未获得任何回报 庭审当日 郭文贵身穿灰色西服和蓝色领带到场 脸上未见被捕时所留胡须 庭审开始前 他多次回头 与旁听习中的华人隔空交谈 并办以首事 后者已为郭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 其中多人后被证人指认 开庭后 郭头戴耳机听取翻译 但不时与律师用英文而语 来自佛州的华人男子周乐 卢欧 出生于中国1998年赴美 作为证人道场 他表示 自己在过去多年 作为郭文贵的支持者 向郭创办的GTV传媒集团等 多个关联组织进行投资 因此 在2017年初次接触流亡后的郭文贵 所制作音频节目后 周乐开始关注其动向 周乐与更多郭的拥短相识 其中包括 被视为郭文贵助手 外号Sara的魏力红 Lihong Wei 同年 周乐以网名文乐 开始义务帮助郭文贵的传媒公司 负责视频翻译和转录等工作 随后 他进入郭文贵发起的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Himalaya Global Alliance 先后在两个分场中活跃 与全球各地的占有交流 郭文贵曾说 GTV将成为超越YouTube的媒体平台 周乐对此曾深信不疑 并响应了郭发起的筹款项目 2020年 他通过魏力红提供的信息 向郭文贵投资3万1千余元 尽管郭表示 一元投资将得到EGTV股份的回报 但周乐指自己没有收到任何股份 不久后 郭文贵发起包括虚拟货币 网络商城和私人俱乐部 在内的G系列业务 为帮助其发展 周乐共向G Club投资7万元 并在G Fashion中 花费超4000元 检方当庭展出周购买的衣物和金饰 周则称其质量普通 和有明显瑕疵 与所宣称的奢侈不同 周乐说 G系列投资也未换来任何股票 期间 他还将自己开设的银行账户 给予喜马拉雅联盟中的 长导歌David Dei使用 且曾有百万元进账 法庭文档显示 周乐至少为郭文贵 花费123870元 作为回报 周得到4935枚虚拟货币 他说 并不知道如何提取和使用此货币 2023年7月 应发现郭文贵许多行动是错误的 因此不想成为其中一环 周乐向厂主提出退款申请 对方要求其填写表格 并在周催促多轮后 于年底完成程序 厂方曾提出以虚拟货币结算 但周乐表示不可接受 最终 周乐损失3万余元 但他并未透露退款的来源和金额 作为房地产经纪人的周乐说 为了支持郭文贵 他已经将名下的公寓卖出 并从妻子的人寿保险中提取款项 庭审中 他议述了多场和郭 共同参与的网络会议 其中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出席 今年初 喜马拉雅联盟 在川普前发言人创办的平台GETER上宣布 周乐被加入黑名单 且不会理会其上诉 交叉审问时 郭文贵的辩护律师 则希望周乐承认 其行为是独立做出 并非受郭直接指使 健民之底 垫耿耿耳北 保留 ения 团通 洪바 谢谢大家